今天台北股市的狀況真的又會好嗎 我想恐怕大家看到旁邊 這個美股收盤的圖卡 心裡面應該是一成的 主要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四大指數是全面的走跌 主要的話在於市場上面 現在針對 即便聯準會他們說 不會那麼快的升息 或者是貨幣政策 目前都還是維持原狀 但是這個通膨相關的數據一出來 還是加深了市場上面 對於升息的一個隱憂 而且會認為這個通膨數據 或許會不足以去支撐 接下來的整個經濟來復甦 因此在美國股社部上是全倒的 稻球我們可以看到大跌了681點 特別在於晶片股 也是被血洗的狀況之下 可以看到費城半導體的跌幅 又是四大指數裡面 最重的有跌了超過4.2%左右 加上S&P500也好 納斯達克指數都有跌了超過2% 很多的小白在這一次 新手跟老手都共同下到吃手手 甚至新手付出的重大代價 我相信是慘痛的 到時候我們這幾天 每一天在講 多撒多跟融資的那個金額 每一天以129億 幾天兩天砍掉255億 這樣的一個數字 我覺得這一波段被洗出去的小白一定很多 所以我覺得 大家共同去接受一個教訓 所以在此 甄薇姐姐跟大家講 我個人從 以前參與股市到現在 我建議大家不融資主義 此時此刻 什麼時間點 這個融資的一個維持率 可以殺破 殺破這個140 那殺破140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包括在前天 真的包括在昨天 這個融資 融資都是大幅度 砍出大概100多億 昨天是殺了 融資129億 那比如說 這個我想現階段這個 因為畢竟每一個人的這個 融資的維持率都不一 那為什麼就是說 經過這連續三天這個重挫之後 如果說維持率能夠跌破140 代表就是所謂的 這個斷頭的一個賣壓 就做一個湧現 那斷頭賣壓一湧現 我想這個 全面性這個 符合做一個大幅度 清出之後 我想讓的話 到那個階段點 盤勢就比較容易去做這樣指紋 這是第一個關盤重點 就是說這個融資的維持率 什麼時間點 可以壓低到140 相關的生計以及疫苗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副總 副總應該要怎麼樣來解析呢 畢竟像是高端疫苗 他就是未來 等於是下半年的時候 國產疫苗 的一個非常要的重心 所以這個時候 相關的搭上防疫題材也好 是不是也讓他的股價有所噴發 我想就是說以高端疫苗的部分 畢竟在這個波段 在這個4月12號當時有功高 來到這個315塊錢 那後續大概經過大概一個一個月時間 這個平台整理時間拉很長 那拉了很長 就是說他經過這個平台整理的後續 那畢竟我想以現階段 像台灣整體這個疫苗的一個接種 我想這個百分比不到1% 那不到1% 我想針對以這家公司來講 畢竟在 目前之前 一路都是還沒有去形成一個正式的獲利 那相對我想 隨著這一次這個疫苗 我想這個國內 他是唯一 國內的一家疫苗的一個廠商 那這樣子實際上結果 當然的話 後續會隨著這個疫苗的一個 不斷不斷的接種 那當然的話我想 等他正式形成量產 量產做到大量出貨之後 我想後續就不會是一個單純 只有一個叫本孟比 我想後續都會有一個 實質上的一個營收跟獲利都會產生 相關的一個鋼鐵族群 剛剛副總有特別點名到 他認為鋼鐵呢 經過一個時間的修正之後 反而後續的一個漲勢 並沒有嘎然而止 為什麼會這麼說 他還是有一些相關的基本面 不過近期來說 從技術面來看 或是從整個大環境來說的話 鋼鐵族群是不是還是不建議 大家在這個時間點來強短呢 或者是說甜蜜的買點已經到了嗎 我想要是針對包廂航運 包廂鋼鐵 其實我們在以往 也特別跟這座強調 因為這兩個族群 畢竟是這個波段台股 創歷史新高 最主攻的兩個 最重要的兩個族群 對 相對這種所謂的一個 主流個股 我想主流個股 絕絕對對 不會去形成一個叫尬然而止 就是說 怎麼樣漲上去 就怎麼樣拉下來 因為畢竟 他們這兩個族群 都會有一個強很強勁的 這個基本面的一個支撐 來提供他輔價 做到他不斷不斷的一個創高 那相對 我想像我們在上個禮拜 特別是針對 因為畢竟傳產個股 短線上已經漲很多 那漲很多 等於是說在昨天不管運輸 不管鋼鐵 都是形成一個很大幅度的修正 那這個是之所以 為什麼我們在昨天 就是說在上個禮拜以來 我們會建議各位 不妨針對一些漲多的一些個股 你去執行這個叫高賣的一個策略 不要去做一個做一個 做一個追進 那相對應就是說 以包括這連續這兩三天 這些傳產當中 不管航運 不管鋼鐵 我想在這連續三天 都是形成一個 蠻大幅度的一個修正做拉回 那這一趟拉回 尤其說 像鋼鐵列股 我們就列舉這個像2002的 像這個中鋼的一個部分 因為畢竟在這個波段中鋼 比如說在前天 前天他也創高 來到這個46.75的一個後續 包括前天是創高之後做收黑 收黑大概6%多 延續到昨天盤裝是一度打到跌停 收盤也大跌這個8%多 那相對我想進入到今天 今天又做到實現一個台幣 那相對我想 以今天的一個中鋼 畢竟 他已經 這個月均線 到今天已經形成 跌破這個月均線之下 那等於說他不管是像中鋼 在前一個波段的低點 就是在5月4號的一個低點 這是34塊7 我想34塊7 到目前為止 跌破之後 也依然是做這樣守住 那所以我想針對相對的一些 這些 不管鋼鐵 不管航運 因為畢竟航運列股 今天是做這樣補跌 因為鋼鐵列股不在前一天 等於說從前天開始 他已經就已經形成一個 往下的一個修正 那等於說 相關的這些 鋼鐵類的這些個股 我想我們提供給各位 策略面的重點 等於說 你是執行一個叫做高出 低進的一個策略就OK 因為畢竟後續 不管航運 不管鋼鐵 我想這個都還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機會 會做到讓持續性的一個創高 那等於說 你在他還沒有去做讓創高之前 當然他在每一趟這個攻高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建議各位就是說 他有做個攻高 碰到前波那個高點壓力 你就不妨先做個高賣一趟 高賣一趟的一個策畢 那畢竟高賣的一個後續 等於說這連續這連續三天的壓回 我想拉回 如果說像中鋼 守住這個37塊4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這個緩和又是一個提供給各位 你在做一個高檔震盪撐壓操作 逢支撐你去做買進 逢壓力 你去做個賣的一個策略 我想 不管航運 不管鋼鐵 在近期一樣提供給各位這個策略面重點 我們也不建議各位 殺下來 你才去做一個砍的一個動作 殺下來你緩和要去留意 到底他有沒有能不能去做這樣守住 那守住的話你去做買進 後續再攻 我想到前波那個高點 又會是下一個階段的一個壓力 所以說我想 針對相關傳產類 不管鋼鐵 不管像航運類股 航運類股 我想今天包括像貨櫃山雄 散端貨業這些個股 幾幾乎都當當都打漏到跌停 我想這個跌停 我想頂多頂多 說在明天再跌個一天 大概又會是各位 你是針對就是說 所謂的一下高出低進 拉回一個很不錯的一個買點 那重點我想針對 我想以特別我們在 這個節目當中特別跟各位做強調 就是說針對航運類 這些個股 我們在這個時間 台銘真的也不建議各位去做當沖 因為畢竟 這個波段行運類股的一個不斷 不斷的一個廣告 我想每一天這個當沖比 都幾幾乎都超過六成之上 那當沖比很高 畢竟我想在昨天 昨天像 不管像這個陽明 不管像長榮 昨天打到跌停板之後 大概都高達5.7萬張 5萬7千多張的 你掛跌停板要去做賣 賣不掉的這個籌碼 所以說我想在昨天 如果像昨天 你是先買再賣的這些當沖 我想有很多很多的人 變成是說 你昨天根本要沖你就沖不掉 那你沖不掉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你無論如何在明天 你就要去做到一趟正式的一個交割 那就是說你現金不夠 你去執行這個當沖的一個交易 等於說 到明天就會有形成一個 所謂的一個違約交割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我想 這個時間 因為畢竟基於穩定度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股市的一個操作 就一波一波的一個操作 我們真的也不建議各位 你去執行這個叫當沖的策略 因為畢竟當沖 我想這個穩定度太差 穩定度太差 這個相對來講風險 係數就非常非常高 那所以說在昨天 積極呼呼操作 相關航運類股的投資朋友們 你只要是找盤 你是做買的人 我想到尾盤積極呼呼都沖不掉 會有這種所謂的一個叫違約交割 這個問題 一樣提供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去做密切的一個留意 對 近期來說 除了當沖的比例要拿捏好之外 也提醒大家在台股 一個大修正格局的狀況之下 千萬不要去融資融券 這個是不斷的 我們在提醒大家 那以目前 貨櫃三熟裡面當中 萬海是率先打開了跌停 目前的話 陽明也打開了 那就剩下長榮了 之所以會這樣的話 我想副總原本是預估說 昨天可能他的那個跌勢 就會稍稍的做一個休息 那今天特別在於早盤的部分 就有見到陽明跟萬海 原本是打入跌停 到現在呢 有稍微打開一點了 代表還是有一些買盤 還是有一些信心在 回到這些個股上面 電子股也好 或者是你覺得傳產 航運 金融等等 他還沒有修正到你心目中的 一個合理價位 大家不妨還是再等等 因為只要他持續的往下跌的話 大家還是有便宜可以減的 所以副總有一個操作心法 就是告訴大家 近期來說 真的不要太過的躁進 等待觀望也是一種策略 不見得要趕快把資金 投入到一些股市上面 畢竟現在台股的下沙力倒 實在是太大了 每天都變幻莫測 大家很難預估說 今天的股市狀況會是怎麼樣 那以現階段來講 我們看到很多的全值股拉上來了 我想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政府基金應該是有 在這個時間點進場 互盤了 因為政府基金其實跟外資 有的時候他們操作的 策略跟邏輯是一樣的 要拉指數 要互指數 絕對是先把買盤進駐到全值股 在這裏面中 在這裏面中 都沒有 貼到封面中 就是 在這裏面中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